董先生的肚子上一左一右有两大片点状伤口 表面已经结痂 董先生说 这就是体验分娩阵痛留下的 董先生和赵女士是两口子 赵女士目前怀孕八个月 经常到杭州拱树区万达广场的这家孩子王看母婴用品 前段时间 孩子王在一家酒店里做了一场促销活动 邀请小两口去参加 现场有个体验分娩阵痛的项目 当时董先生上台体验 赵女士在下面用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两名工作人员现场操作 因为距离较远 看不清仪器的具体模样 一个体验仪器 然后给我贴了两个贴片 就是那种电机片之类的那种片 然后就是开始从一级开始调 就是我那时候人受多少疼痛 感觉怎么样 最终到了六级 六级的话就是疼得受不了了 那就放弃了 董先生说 体验完毕后 工作人员帮他把肚子上的贴片取下来 他当时没有注意看自己的肚皮 下来之后就是觉得还是有点疼的 但是我以为就是过一会就好了 就晚上回去脱衣服的时候 然后看就是那已经基本上已经破了 他这个仪器到底有没有合格的检测啊 检验报告啊 出厂报告啊 什么这些东西 这都是没有的 两口子怀疑用来体验的仪器可能存在问题 记者和董先生夫妇一起找到了杭州万达广场这家孩子王门店 一位陪店长表示 那天活动现场的仪器不在店里 陪店长表示 董先生这种情况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这个我们几班妈妈班都会有这个振动体验的活项目 这个还是真是投育力 那体质吧 应该是体质问题 像有些人吃水果 吃水果都是过敏的 而且你那天体验的是电流伤 你不要说过敏的话 过一两天的话是会下去的 你那天体验是几级震动啊 到六级 六级 哥们儿你真棒 不是 都到六级 这个不是 我到三级我就让他停下来了 因为感觉就肠子一直在翻 就是你到十级 至少也不会造成这种 赵女士提出一千块钱的赔偿诉求 陪店长说会和上级沟通尽快给出答复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